在苹果最新的发布会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高级的展示方式 而这些都可以用PPT来完成 只需要简单的将两张图片重叠 然后再复制页幻灯片 选中上面的一张图片 点击图片格式 选择裁剪 将图片裁剪到画面的中间 然后点击切换中的平滑 就可以实现这样的高级展示方式了 当然别忘了 还有一根线插入形状中的信条 调整信条的颜色跟它的粗细 放到画面的正中间 然后复制这根信条 放到上一页画面的最冰原 接着什么都不用做 直接播放就完了 这样的效果在PPT中有什么作用呢 当我们在做两个产品对比时 就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示产品的差异 比如电视机分辨率的差异 产品颜色的差异 新款iPhone16跟Pro的差异 当然如果你还有兴趣 也可以做出人物介绍的差异 不仅能清晰展示人物区别 还能节省PPT的页面空间 所以这样的展示方式 你学会了吗